我们一起开生祷告 我们要尊荣这位主 我们向他祈求 求主赐给我们恩惠来服侍他 求上帝用我们一生来见证他 一生来传扬他 我们一起开生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向你祷告 我们仰望你 知道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 猛救赎的人 今天在你面前 以及众地中姊妹 我们都敬拜你 在你自己至高之升的宝座前 我们把尊荣归给你 因为你是配受敬拜 配受荣耀 你是那位从息在 直到永远的上帝 你是息在 敬在 永在的主 上帝啊 愿你用我们 用我们这一生成为你的见证 用我们高举基督耶稣的名 用我们来去传扬主的道 但愿主继续在今年里面 加倍的恩在我们身上 以致我们在真理上成长 我们在怎么样分别为圣的世上成长 我们求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祈求 阿们 我请许牧师带领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面前 我们在世的献上感恩 因为主啊 我们能够来称颂你 来敬拜你 那是因为主你的恩你的爱 先领到我们生命当中 主啊 这个时刻 我们要好好地聆听主你的话语 愿求主你真理的灵 来亲自做感动的工作 以至于所传讲的 带着主你的权柄与能力 以至于我们所听的 我们真的够以谦卑如何的心 好好地领受主你的话语 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段的时间里面 我们真的是能够领受 你丰丰富富的话语 因为主啊 你的话语 就是什么脚前的灯 什么路上的光 要引导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 我们如此仰望 祈求祷告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圣明所祈求的 阿们 请坐 请大家翻开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第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 这是保罗他继续传讲 有关于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事实的 另外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我们以敬畏主的心 我们以敬畏主的心 来去宣读这一段的话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二十九节 预备一二念 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 若死人 若死人总部复活 应何为他们受洗呢 我们又应何时刻冒险呢 弟兄们 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 指着你们所夸的口 极力地说 我是天天冒死 我若当日向寻常人 在以福所同野兽战斗 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若死人不复活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你们不要自欺 烂交是败坏善行 你们要醒悟为善 不要犯罪 因为有人不认识神 我说这话 是要叫你们羞愧 请听我念新一本的版本 第二十九节 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 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死人根本不会复活 那么为什么要为他们受洗呢 我们又为什么时刻冒险呢 弟兄们 我是天天冒死的 这是我凭着我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 因你们而夸口说的 我在以福所和野兽搏斗 如果照着人的意思来看 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 如果死人不会复活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了 你们不要自欺 烂交朋友 是会败坏品德的 你们礼当醒悟过来 不要犯罪 因为你们中间有人不认识神 我说这话是要你们羞愧 我们再次祷告 主啊我们已经宣读你的话 求主赐给我们真理圣灵的帮助 就是借着你圣灵的光照 引导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感情 我们的意志 都愿意来去顺服主的话 明白顺服是你自己的恩惠 所以在你面前 就是这样求你施恩 愿主赐给我们圣灵而来 真实的信心来回应 你今天所要赐给我们的话 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与我们同在 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拦阻 使我们有一颗谦和的心 有一颗饥渴慕的心 在主面前 等候你真理的恩惠 愿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生的名祈求 阿们 我们再次要重提 基督教的信仰是全然确实的信仰 真实的信仰 是真理的信仰 这个真理的信仰的本身 它是在历史的情境之下 借着上帝的启示 赐给人类的 换句话说 基督教的信仰 是不能离开历史的情境的 因为基督教的信仰 相信 从上帝而来的真理 就是在历史的情境之下 赐下来的 这样我们明白 有关于耶稣基督 他的生 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死 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生活 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埋葬 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 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天 都是发生在历史的里面 这是历史的事实 它不单是历史的事实 它是上帝赐给人 这个救恩 必然有的绝对的真理 我们也相信 耶稣基督的再来 它也将会发生在历史里面 于是我们知道 圣经从来没有教导人 相信不是真理的事实 圣经很清楚让我们明白 我们要接受的 我们要相信的 是真理 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在约翰一书第二章 第二十一节 在这节经文当中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没有虚妄是从真理来的 意思是说 谎言绝不会出于真理 谎言就是谎言 真理就是真理 真理跟谎言四不两立 真理跟谎言永远对立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真理 而且是绝对的真理 四福音书里面记载 有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 它不单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它是绝对的真理 奇妙的是 在四卷福音书的里面 无论是马太福音 无论是马可福音 无论是路加福音 无论是约翰福音 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第一批领受耶稣基督复活见证的 竟然不是男的门徒 而是妇女 你说这个有什么特别 这个对我们今天 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 我们没有感到什么特别 但是对当时第一世纪 这些读圣经的人 当时的读者 第一世纪的这些读者对象 他们一定是惊讶万分 你说为什么呢 因为女人在第一世纪 不单是没有地位 女人在第一世纪 她们的见证 是不可以被接纳的 在法庭的里面 女人的见证永远不被接纳 永远不可信 这是女人当时处于这样的地位 这样我们就在想了 为什么试卷福音书里面 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第一批的见证 不是男的门徒 乃是这些的妇女 这些女门徒呢 如果试卷福音书 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 他是虚构的话 他是虚假的话 他是人想象出来 他是人去编的话 他一定会很自然 按照当时人所能接受的见证 就一定是编写说 是某某男的门徒 彼得也好 约翰也好 或者是其他任何一个门徒也好 来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 不是 你发现是妇女 作为第一批的这个见证 因此呢 我们是完全确信 就是因为耶稣真实从死里复活 然后他也刻意的 首先向妇女来显现 他刻意的要让这些 当时不被接受的见证 来去见证他的复活 恰恰相反 这样的安排 更是显明 耶稣就从死里复活 的确是一个历史事实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逻辑思维去想 想清楚 这是很真实的 所以这个是很多 圣经的学者 他们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另外第二点 你在看下来的时候 四卷福音书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 门徒的反应是什么 门徒的反应就是恐惧 门徒的反应就是惊慌 他们在哪里呢 他们没有勇气做见证 他们在哪里呢 他们躲在房子里面 为什么 因为害怕犹太人的逼迫 他们没有想到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所以心里面恐慌万分 非常的害怕 就躲在房子里面 害怕逼迫 那我们的问题是 什么原因 在突然之间 短短的时间的里面 这些门徒从非常的恐慌 非常的害怕 到最后很勇敢的 出来传福音 甚至连生命都不要 请问为什么 如果你不接受 耶稣真实从死里复活 你是很难解释的 什么价值可以超约 什么价值可以超然 可以高超到一个地步 连生命都不要的 今天很可能有人在马来西亚 他因为钱 把钱看成一个比生命都不要 可能是这样 所以呢 这个亏本生意没有人要做 但是杀头生意有人做 为什么 就是为了钱 很可能 可是你现在回到当时这种情景 如果耶稣基督不是那位救主 如果耶稣基督 他不是真实从死里复活 印证他就是 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位弥撒亚 请问犹太人凭着什么理由来接受 这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你现在好好想 这不可能的事情 除此之外 你再往下来看 就是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 我们已经多次提到 保罗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前面的几节 第三到第五节 也有一些圣经学者说是第三到第八节 那里提到一个最早期的信仰告白 这个是一个事实 为什么呢 无论是圣经学者James Donne 这个人他说 他的研究里面发现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第三到第五节 或者有人说是第三到第八节 这一段是最早的信仰告白 它是一个信经 多早呢 他的估计是主后三十一到三十二年 也就是耶稣基督离开世界 被丁世的架死是主后三十年 大概才相隔一两年的时候呢 这个信仰告白 这个信经就出现 保守的圣经学者说 基本上在耶稣基督被丁世的架以后 五年以内 这个信经就出现了 另外有学者 这个叫做Rohakim Rohakim Geramias 我把这个名字念给你们听 J-O-A-C-H-I-M G-E-R-E-M-I-A-S 这个是一个世界顶级的圣经学者 你可以自己上网去看他的背景 我清楚交代 不过是简略交代 他是一个世界顶级的圣经学者 他认定这一段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第三到第五节 这一段的经文是最早的信经 他是权威 他是启用一个这方面 谈到这些历史文献 古代的历史文献 古京东历史文献的这个权威之一 他说这个是最早的信经 这个最早的信经里面 谈到什么内容 大家都清楚了 来我们再讲 这个信经内容 第一方面是谈到耶稣的死 然后下来耶稣的埋葬 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显现 所以这个埋葬 来去强调耶稣的死 这个显现 来强调耶稣的复活 这就是最早期的信经 新耶稣是为什么 不是为发财 新耶稣是为什么 不是为了身体健康 新耶稣是为什么 不是要一帆奉顺 新耶稣是为了什么 不是因为财源滚尽 完全都不是 当时新耶稣很清楚 他是可能是失去生命的 他新耶稣 就是因为他们清楚知道 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过来 他是我的救主 他是我生命的主 这是他们接受相信的事实 这不是神话故事 这方面我们在谈下来的时候 然后除了这个心境紧接下来 保罗他提到有五百多弟兄 当时他们见过耶稣从死里复活过来 其中一个是谁呢 其中一个是雅各 雅各是谁呢 雅各是耶稣的兄弟 这个耶稣的兄弟呢 本来不信他是救主 本来不信他是弥赛亚 为什么突然之间 这个雅各 他接受他的哥哥 就是救约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呢 你没有别的选择 就是因为他枉然相信 耶稣是那位上帝所派来的弥赛亚 因为耶稣向他显现 他从死里复活 你能说什么 紧接下来 有三件事 我也在今天向各位来交代 就是新耶稣的犹太人 他们离弃这么悠久历史的宗教生活 三方面 你现在想想看 第一 从亚伯拉罕时代 一直到摩西的时代 一直到耶稣的时代 犹太人都献祭 犹太人在圣殿献祭 当然亚伯拉罕的时代没有圣殿 后来摩西的时代有会幕 下来有圣殿 到了耶稣的时代的圣殿 犹太人都在圣殿里面献祭 现在你想什么原因 使得这些跟随耶稣的犹太人 突然之间转变过来 不再献祭 这个你要很清楚去想的 因为耶稣他已经成全了律法 所以耶稣不是来废除律法 耶稣是来成全律法 怎么知道呢 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第二个历史悠久的宗教生活 犹太人一直以来都是遵守安息日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他是遵守星期六作为安息日 什么原因 使他们突然之间改在 期日的头一策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礼拜天 来去聚会 答案是因为耶稣基督 他已经成全安息日 他真正是那位安息日的主 怎么知道呢 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第三方面 历史悠久的宗教生活 第一世纪的犹太人 他们观念中 这个弥赛亚 是一位摧毁罗马政权的政治领袖 他是军事领袖 他是民族主义的领袖 这种的弥赛亚观 就是在两月之间慢慢形成的 根深蒂固不能改变 一直到今天我告诉你 今天在以色列 有一些是被称为自由派的 以色列民 他们已经不再接受 有弥赛亚的事情 他们是自由主义 自由派 但是仍然有相当保守的 传统派的这些犹太人 他们依然在等候弥赛亚 因为在他们观念当中的弥赛亚 是政治性的 是把整个世界的政权 把它拆毁的弥赛亚 在哪里呢 还没有来 所以有一次呢 唐公司也是问过其中一个犹太人 你认为旧约里面 哪一个是最伟大呢 是摩西 耶稣呢 祂是一个背叛犹太人的 祂是被钉死在十字架 祂是出卖犹太这个律法的 这样的一个犹太人 他们根本是看不起耶稣 所以问题来了 什么原因 到最后他们有犹太人 宁可接受一位受苦仆人的弥赛亚呢 什么原因呢 我告诉你很清楚 就是因为这位受苦的弥赛亚 祂真是应验了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里面提到 祂是替我们承担诱患的那一位 祂是替我们背负痛苦的那一位 祂是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祂是上帝借着祂 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祂身上的那位救主 然后第三天祂从死里复活 证明祂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 唯一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天下人间 上帝没有赐下别的名字 赐给我们 可以靠得得救 就是耶稣基督的名 我真的是很盼望在座 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 我盼望上帝开恩在你身上 赐给你信心 认罪悔改 归信耶稣基督的名 除祂以外 没有拯救 耶稣基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 能够回到上帝那边去 就是这位耶稣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保罗他就是为了这位耶稣基督 到处奔波 到处传道 因为他知道 这位曾经向他显明的耶稣 就是那位 他一直等候 在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 所以他一生到死 寻到 他就是见证 耶稣就是基督 那紧接下来 我们看到 保罗在这里 继续谈到 有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 在这里 这段圣经里面 他提到很重要的两件事 来去否定 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 也就是说 这些人他否认耶稣复活 那是很荒唐的 他提到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是关于为死人洗礼的事 这节圣经其实是最难解释的 因为保罗没有交代 什么叫做为死人来受洗 你注意在这里是 他说是为死人受洗 而不是为死人施洗 有没有注意到 当然这个ESV版本的圣经 他已经做了这个诠释了 他说 这是ESV版本的这个诠释 但是呢 其实如果按照原来的那个希腊文 他真的很难了解 到底什么是叫做为死人受洗 是什么的这个解释 很多不同的解释 有一些的圣经学者说几百个 有些说是几十个 总而言之就是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解释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保罗在这里提到 为死人受洗这个做法 来去证明 如果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 他这样子做呢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等一下再做进一步的解释 第二件事情呢 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 他提到他自己本身的见证 这是很关键的 保罗的意思是说 如果没有复活的话 他为什么为福音去冒生命的危险呢 甚至到最后保罗宁可牺牲生命呢 现在他不是谈其他的门徒 他是谈他自己本身的见证 这是保罗 那我们紧接下来 我们就谈这个 为死人受洗是什么意思呢 有不同的看法 现在我们只提三个看法 第一个看法 这个为死人洗礼呢 这个看法是 这个叫做一种 叫做代替性的洗礼 这个代替性的洗礼是什么来解释呢 也就是人 代表已经死去的人 接受洗礼 接受洗礼 活着的人 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活着的信徒 替那些 已经去世的信徒 来接受这个洗礼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相信 接受洗礼 能够带来属灵的好处 特别是从死里复活 这是一种看法 那这种的看法 我先不讲 在圣经的时代 包括保罗的时代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但是在我们中国古代呢 是有这种代替性的 不是这个洗礼 乃是叫做代替性的 接受亲人的 这个祭祀 亲人的祭拜 知道在古代 我们知道在古代 有一种的宗教礼仪 是叫做立丝 尸体的丝 这个立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立丝的意思就是在 这个祭祀祖先灵的 这个仪式的里面 就是在同一个家族 同一个姓氏的家族里面 选择这些 有血缘关系的人 为师 这个师是怎么来解释呢 就是作为 接受 这些活着的这些亲人 这个祭拜的一个 代表性的人物 他就是代表去世的祖先 坐在那个位置上 来接受子子孙孙 对他的这个祭拜 对他的膜拜 这个是立丝 这个立丝的仪式呢 在古代的上书 在周礼 在以礼 在礼记 在诗经 在春秋公羊传 左传等等 这些古代的文献 都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记载 所以这是一种的代替 问题是我们 怎么看在保罗的时代 有没有这种 真实的 这个 类似立丝这种的礼仪 在这个保罗的时代出现呢 到最后呢 圣经学者发现 没有 没有这样的 这个圣经历史的这个记载 所以到最后呢 他们基本上就 不会接受 活人代替死人 洗礼这个仪式 作为这里提到说 不然那些 为死人受洗的 将来怎么样呢 用这个来作为解释 但是今天 有一个基督教的异端 它是为死人 来去施洗的 这个异端 就是摩门教 摩门教 认为一个人得救 这个洗礼是得救的 这个条件之一 所以摩门教 一定要有洗礼 你没有洗礼 你去世呢 你是不得救的 那要怎么样去挽回 或者是来去救助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 补救的办法 这个补救的办法 就是找活人 来代替他们去世的祖宗 来接受洗礼 所以他们也是很看重家谱的 他们要你从家谱里面 一直去找 你的父亲 如果已经去世了 你父亲 你的祖父 你的这个外 或者是曾祖父 等等 你推上去 所有这些在家谱里面的 你能找得到的祖先 然后找在家族里面活的人 来代替这些的祖先 来洗礼 那么他们相信 这样就得救了 这个做法完全是 不合乎圣经的教训 保罗其实在这里 并不是赞成他们 这样的一个做法 保罗只是借用他们 有一个做法 就是叫做为死人受洗 来去告诉他们说 如果你们这些人 你们都为 这个叫做为死人受洗了 为死人受洗 一定是牵涉到 死人会从死里复活过来 一定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你们为他们受洗呢 但是你们却是不相信 耶稣从死里复活 你们又说没有死人复活 那不是自相矛盾吗 所以这个代替性的 这个洗礼是 被圣经学者否定了 那么第二种的立场呢 是这样子解释的 这个为死人受洗呢 他们把它理解成 就是接近死亡的人 替他们来去施洗 我再重复一遍 有一些圣经学者 他们是这样子来理解 为死人受洗 就是那些接近死亡的人 来给他们施洗 这里就不是受洗了 就是直接把它翻译成 给这些接近死亡的人 给他们施洗 这个又有点像我们今天 在我们华人当中 当我们年长的亲人 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 我们也知道 他们快要离开世界 那我们很盼望 他们在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 可以接受洗礼 有类似这样的一种观念 所以这是第二种的看法 紧急下来 你看第三种的观点 也许也是我们非常的 这个熟悉 他说这个为死人受洗 其实就是把它理解成 为死人的缘故 你为死人的缘故而受洗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相信 他们的亲人 这些新耶稣的亲人 他们已经是受过水里 他们已经死了 他们在基督耶稣那边 他们也会复活 那么他们为了要去跟这些 已经去世的亲属 相见 再见 所以他们接受这个洗礼 他们相信耶稣基督 他们接受这个洗礼 可不可能呢 当然也可能 意思是说 我的母亲去世了 她是信耶稣的 她是受过水里的 她信耶稣的 她现在在耶稣那边 我为了很盼望 能够再见我的母亲 所以我也信耶稣 我也接受洗礼 那么就相信以后呢 我可以跟我的母亲 再相会 再相见 这个观念在今天 我们华人当中也有的 特别在葬礼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说 信耶稣的人 他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 将来会从死里复活 信耶稣的人 跟那些 信耶稣去世的人 跟那些还活着信耶稣的人 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永别 我们是再见 这是很大的盼望 这是很清楚的 这样一个确信 因此我们也不排除 有一些的朋友 有一些的亲戚 因为实在很盼望 能够再见 他们已经去世的亲人 到最后他们认罪悔改 他们信耶稣 换句话说呢 从一开始 他们信耶稣的动机 不是这么正确的 他们信耶稣 就是很盼望 能够建造他们的亲人 所以到最后 这些人慢慢慢慢 来认识圣经 慢慢真正认识 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 他们才是真正认罪悔改 信耶稣 往人大悟过来 总而言之 我们不管怎么解释 其实保罗在这里 他要强调的就是 这个洗礼的本身 是跟复活有关系的 因为洗礼 是跟耶稣基督这个死 连接在一起的 罗马书第六章里面 谈得很清楚 洗礼 这个受洗 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的 你既然归入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 就是表示 透过这个洗礼 表显 与耶稣基督联合 既然与耶稣基督的死联合的话 怎么可能 你没有跟耶稣基督复活 连在一块呢 所以洗礼 你要很清楚 知道一个观念 他不单只是 与基督耶稣的死联合 他一定也牵连到 与耶稣基督的复活来联合 既然耶稣从死里复活过来 所以与基督耶稣的死联合的信徒 他有一天 也会从死里复活过来 因为耶稣基督 他是复活的 出俗的果子 耶稣基督是出俗的果子 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 他从死里复活 我们也一定会复活 基于什么 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事实 这是他给我们最宝贵的应许 你再没有找到其他的宗教 是这样来谈很清楚的 所以你就明白 那些基督徒 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是可以很勇敢的 我是说真正信耶稣的人 我这一生服事到现在 我亲眼看过几个例子 因为他是差不多要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是在现场 其中一个是一个天主教背景的一个姐妹 他患癌症 上帝医治了他大概是三次 但是到了第四次的时候 他的癌症继续的复发 没有办法 他说他以前天主教背景 在信仰是糊里糊涂的 他信耶稣是为什么呢 信耶稣就是希望耶稣医治他 耶稣给他身体健康 特别当他患癌了以后 他一直求耶稣医治他的这个生病 我们也为他祷告 不过到最后 我们到他家里面去拜访他的时候 他说我现在是真正信耶稣 我知道信耶稣不是为了我的病好 就算我死我也甘愿 这是他讲的话 他说他现在枉然大悟 原来耶稣是真正上帝赐给人类 唯一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我愿意勇敢地面对死亡 这个姐妹在中央医院 在古静的中央医院 当她快要离开世界 她还有一口气的时候 她跟我们讲 她现在可以稍微体会 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种痛苦 为什么 因为她呼吸很痛苦 她说稍微 然后她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 她建造医生 她说医生 如果我在你服侍我的过程当中 我讲话得罪你 我的语气不好态度 我对你说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护士来到他面前 他也是讲同样的话 他离开世界的时候 是唱着赞美诗来离开世界 很勇敢 很有盼望地离开世界 这不是精神寄托 我告诉你 人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孟子说奇言也善 不但是奇言也善 奇言也真 跑不了的 因为当你面对永恒的那一刻 真就是真 假就是假 这是完全真实的事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看到 保罗在这里 他其实就是强调一点 耶稣 他真实从死里复活 你不能再狡辩 然后下来 你看保罗在第三十节的时候 保罗继续谈到第二件事情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复活 没有死人复活 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 我为什么要这样奔波呢 保罗说 我是格外劳苦的 我比众使徒更劳苦 更勤劳做工 这个就使我想到唐牧师 唐牧师一生 你看他一生就是为福音而奋斗 唐牧师甚至说 如果我们不是为福音奋斗的 你不要称他是老师 他不认我们是学生 因为他全然醒悟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福音 是唯一的福音 他拼死命 就是要去传福音 我跟他在taxi的里面 他就跟那个马来人的 那个驾驶的 那个taxi driver来传福音 做见证 他去买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也尽量跟别人来谈信仰 另外一个 我也是很佩服的 就是在吉隆坡的王福牧师 我的弟弟曾经做见证 在美国那一回 归正学院开一课 我们上课在美国 纽约 王福牧师那一次有去 那么在一个餐厅里面吃饭 那个waiter 那个侍应师是中国大陆来的 王福牧师坐在那边 然后点完菜 点了一些菜的时候 有机会跟其中一个侍应生来聊 他就跟他谈福音 按照我弟弟当时的见证 他说 这个人差不多当时就要绝世 我是很感动的 你说王福牧师 他的神学强不强 不强 我是特别是指贵正神学 当然每个人都有神学 不过我们就算对贵正神学 很严谨 很丰富的这个智慧的知识 到最后很可能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知识的 一个传递的一个工具 那是最很根本的 所以我很沾尽现在讲这句话 唐牧师说 知识可以很多 但是不见得能力很大 这是很沾尽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 我们是不是真心为福音 就好像保罗 你看到如果我们用今天的 这种academy来去评论保罗的话 他应该就是一个双重博士 保罗不但是一个对犹太学 是这么严谨 这么认识的人 保罗对乙比古罗派的哲学 保罗对这个斯多尔派的哲学 保罗对这个怀疑派的哲学 他都辽罗之掌 保罗是一个神学士 这个知识太丰富太渊博的人 但是这个人同样讲 他说什么呢 我一生就是为福音 我一生就是为福音 我盼望我的侍奉 就是给别人带来福音的好处 这是他在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所说的话 这些的话提醒我 也提醒大家 我们今天这些相信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人 请问我们真的是相信吗 请问我们真的是好像保罗说 他自己侍奉的见证 就是见证了耶稣基督 真的从死里复活吗 我们看看唐牧师一生 到了今年八十二岁 他还是这么样迫切地 在讲台这么努力的 这么勤奋地来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 我们会感到很惠欠 求主怜悯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 当我们看到我们四周围 有一些我们认识的 有一些我们不认识的 不过上帝却是把这些人 放在我们的四周围 上帝他把这些人 放在我们的旁边 请问 我们有这么丰富的归正神学 我们有没有敏感到 他们需要福音呢 求主赦免我们 包括我在内 我这里不是讲什么夸 我根本不能夸什么 我只是讲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我每个月上医保两次 其实 虽然来到现在这个年纪不是太老 但是其实是疲倦 通常都是我跟师母两个人上医保 我们到那边 你以为去玩耍 不是 因为我们晚上有一个福音性的查经聚会 那么我们很希望 弟兄姊妹能够带一些福音对象来 我们一直祷告 求上帝在医保 能够兴起 与我们能够好好配搭传福音的同工 我们等候 你不知道等候的过程是有多苦 当你没有看见的时候 心里多焦急 这种焦急 我现在告诉你 有点像早期 当我在我家庭里面 只有我一个人信主 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我的两个弟弟还没有信主 那种焦虑 那种焦急的心情 是差不多一样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一直苦苦地祷告 一直苦苦地祷告 一直跪在上帝面前祷告 我要讲的是什么 如果耶稣就从死里复活 这个福音不是真实的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做呢 你看保罗这样劳苦 唐牧师这样劳苦 需要吗 不需要 所以保罗讽刺地用一个反话 跟他们说 如果这个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 到最后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保罗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来到三十二节 保罗说 我若当日向寻常人 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 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若死人不复活 我们就吃喝快乐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保罗在这里谈到 他与野兽搏斗 这个应该是寓意的说话 而不是真实的说话 原因是基本上 罗马公民是可以免于 被丢在这个经济场 或者是斗兽场 来与野兽搏斗的 保罗他是罗马公民 如果你注意 《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 保罗说 他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 这个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的人 你看到他是有一个 获免权的 如果真的是要把他判刑 把他丢在这个斗兽场里面 coallision 他是可以去免除 他是可以去上诉的 就算他是被丢在这个斗兽场里面 你要知道到最后 这个能够在斗兽场存活的 这个几率是很低很低的 除非上帝亲自干预 那你看到保罗还活着 还有如果保罗真的是 曾经被丢在这个斗兽场里面 与真实的野兽来搏斗的话 那么他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二十三到二十七节 保罗一直谈到他自己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他遇到什么苦难 他遇到什么的逼迫 他遇到什么的挣扎 他遇到什么这个困苦的时候 竟然自知不提 就是他曾经被丢在这个斗兽场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的 保罗在这里谈到 他说与野兽搏斗的时候 其实就是他与以夫所这些男人女人 就是这些不信耶稣的男人和女人的争斗 因为他很苦 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六章 你看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 后面第九节 那里提到在以夫所 其实反对他的人很多 反对他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保罗他讲来讲去 讲到最后 他就是要告诉当时这些不信 就是有死人复活的这些人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冒险 我甚至要与这些这么大的群众 来去面对他们 这种的争斗 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保罗继续讲下去 保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这个是影子 这个七十四一本 以赛亚书二十二章 第十三节的话 这段话里面 那个背景是当时谈到 在 以赛亚那个年代 这个亚述人他们围困 以色列民 他们很苦 但是这些活在很苦 活在很苦这种生活的人 他们还是拒绝在上帝面前 认罪悔改 然后他们快要被政府的时候 他们还办什么庆祝活动 你说有没有搞错 因为他们已经看不到前途 他们认为人生没有盼望 所以既然是这样 都要死了 所以他们就说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现在想一想 如果我们今天是相信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请问吃喝快乐吧 这种享乐主义的人生 是不是我们应该有的生活 今天你现在这个时候 要铭心自问 我们是不是很向往娱乐 我们是不是很向往 过一种很安逸舒适的生活 我们是不是想往一种 很舒适的 安稳的物质的生活 如果是的话 求主赦免 我们有软弱 我们有想过 包括我在内 谁不想舒适 谁不想一个安稳的生活 谁想整天都是颠覆流离 这种生活 但是我们清楚明白 既然我们是相信 耶稣从死里复活 我们一生见证他从死里复活 就好像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 凡是在上帝面前 敬虔度日的 都要受逼迫 免不了 所以当我们铭心自问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 我们是怎么用我们的时间 我们关心什么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工作的场所 就是我们侍奉的场所 我们每一天睁开眼睛 起来的时候 我们是抱着什么的心态 去这个工作的场所呢 明天是星期一 有没有所谓 这个叫做什么呢 Monday Blue 我们有没有想到 我们工作的场所 就是我们侍奉主的场所 我们有多少时候 想过我们这些同事 一个名字 一个名字 把它列下来的时候 长期为我们的同事祷告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跟他们交往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有一个使命 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 复活见证的这个使者 这样一个身份 在他们当中 跟他们交往 我们在我们工作的场所 给我们同事的感受 是不是我们常常埋怨 工作太多 还是我们感谢上帝 上帝给我们恩典 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场合 能够持守这样的指纹 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求上帝恩赖怜悯我们 所以保罗在这里 他提到 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 就吃快乐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愿主可怜我们这些 二十一世纪 活在当下 我们宣告说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这些信徒 我盼望我们在这里 每一个相信耶稣 就从死里复活的信徒 信里面充满着上帝的恩典 求主用我们这个很卑微的人 用我们这个很软弱的人 在我们余下的年日 怎么样做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 保罗他喜欢夸他自己的软弱 因为他什么时候夸他的软弱的时候 他说主的恩典在他的身上 使他就刚强起来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也是如此 不断夸我们的软弱 因为我们很希望 上帝在我们这个很卑微的人身上 加添恩典 做什么 就就是服事他 成为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福音的见证 求上帝赐恩帮助我们 我们站起来祷告 我们的主啊 我们求祢 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一方面 宣称我们是相信 你从死里复活的信徒 但是其实 在我们内心的深处 你知道 我们其实是贪爱世界 我们更爱我们夫妻的生活 我们更向往 我们有一种安稳的家庭生活 我们很向往 过一种舒适安逸的生活 主啊 求祢赦免我们的罪 求祢怜悯我们 主啊 既然已经从死里复活 愿主死里复活的大能 加倍在我们身上 好叫我们 被主基督耶稣 祢舍己的爱 感动 激励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无论是在家庭 在我们的社交圈 在我们工作的场所 求主赐我们 圣经智慧 成为主耶稣基督 你死而复活 福音的好见证 上帝求你垂听 这个祷告 求你用我们 这个不配 用我们这个 非常软弱 卑贱的仆人 来去做成你的工 上帝当我们看到 在我们工作的时候 有一些的成绩 有一些看到 你自己实在是用我们 来成全一些工作的时候 主啊 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 归给你 因为你是配受荣耀的主 又求主把加倍的恩 放在我们身上 赐给我们 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祈求 阿们